数码产品一直都是遵循买新不买旧的原则 今年的苹果14一样不例外 和苹果13一样的外观 只不过处理器和运行内存升级了一点点 关键现在国行版本仍然需要4000多的价格 市场行情经过几轮调整 大多数机器的价格有所回落 尤其像12 Pro Max和13 Pro Max这些老旗舰的性价比 可以说非常逆天了 但如果想要入手标准版的兄弟们 一定要看完接下来的内容 不然你可能会后悔 iPhone14的性价比是真的不高 硬件配置对比iPhone13几乎没有区别 关键价格还要归上不少 相较于iPhone15的升级全系列零动导 如果想要入手标准版的兄弟们 千万别买iPhone14 如果实在是着急换手机的兄弟们 可以考虑我们家3399的美版14 现在配合QPE解锁非常稳定 关键还保值 多用两个月直接上iPhone15它不香吗